慈禧县城东关大街有一所前后三进 乌宇高耸的大宅院 两扇漆黑发亮的大铁门上贴着一副中厚传家酒 诗书记事长的对联 门前一对石狮子怒视着前方 这就是慈禧县城有名的大商人陈永金的府邸 陈永金早年在四川 两湖一带贩卖药材起家 由于头脑活络 经营有方 中年以后成为慈禧一带屈指可数的大财主 陈永金有三个儿子 长子美玉 头脑精明 擅长经商理财 颇有奶腹之风 可惜英年早逝 四子美思 也懂商业 兼通医理 在杭州开有一家药店 三子共原体弱多病 一年中有大半年在病榻上度过 长子和三子都娶一家姓吴的老秀才的女儿 姐姐嫁给美玉 妹妹嫁给贡源 人称大吴和小吴 陈美思的妻子姓乐 长得黑黑胖胖的 为人妖媚狡诈 颇似南北朝时的宠鸡媚珠 人称小媚珠 这乐视是按陈永金的意思取过来的 照陈永金的说法 丑妻禁地家中饱 儿子常年在外经商 家中有个其貌不扬的老婆 不至于招风引蝶 闹出闲话 没想到小媚珠却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平日里浓妆艳抹 专与那些市井扶浪子弟勾眉地眼 惹些花花草草的风流氏 又好吃懒作 贪图钱财 以致惹出祸端 大吴没有儿子 只有一个女儿叫阿猫 阿猫十五六岁年纪 聪明伶俐 娇美可爱 出落得像一朵水中捞出的鲜花 陈永金将其视如长上明珠 眼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 大吴担忧自己老来无靠 就有了过季一个儿子的想法 小媚珠有两个儿子 如果过季一个给大吴 从辈分上和血缘上看倒是也挺合适 但大吴一向厌恶小媚珠的为人 加上她的两个儿子傻呆呆的 不讨人喜欢 就不想与弟媳有牵扯 贡源和小吴生了四个子女 大的七八岁 小的还在吃奶 大吴和小吴既是轴隶又是亲姐妹 大吴就想过季小吴的小儿子 只是见孩子太小 就没有把这个念头讲出来 小媚珠早就打算把小儿子过季给大吴 以便将来继承美玉留下的家业 美玉病故后 她看到机会来了 就三番五次地在大嫂面前吹风试探 说什么与其领养别人家的孩子 还不如自己亲职贴实可靠 但是 每当小媚珠提及此事 大吴都沉默不语 或者用话岔开 想以此打消她的念头 但小媚珠并不甘心 这年正月初一 小媚珠领着小儿子 手里还拎着几样礼品 到大吴屋里拜年 一进门 小媚珠就按下儿子的脑袋 续道着快给大娘磕头 祝她老人家多福多寿 吉祥如意 尽管大吴厌恶小媚珠的角柔造作 但见孩子呆头呆脑的不住的磕头 心里生出几分同情 便扶起侄子 说 瞧 这孩子越长越喜人 我早就说嘛 把这二小子过记给你 大嫂就是不开金口 小媚珠急忙接上话茶 大吴见小媚珠又要缠上这时不放 心中好生不快 心想 干脆趁此交个底儿 绝了她的念头 就说 妹妹说的伪实在理 阿猫眼看就要出嫁了 剩下我一个老婆子 以后靠谁赡养 还是靠自己的骨肉踏实 这是咱俩想到一块去了 小媚珠两眼放出光来 兴奋地抓住大吴的手 说 我的好嫂子 你真是水不开不接糊盖啊 谁想大吴不冷不热地继续说道 我想把三弟最小的儿子要过来 啪的一声 小媚珠手中的茶杯掉在地上 半天回不过神来 三弟久病不遇 他三四个子女都不成人 小吴抚养不过来 我和三弟商量过 等他的小仔断了奶就送到我家 大吴一番话 说得小媚珠气不得 脑不得 只见他呼的一声站起来 喊出儿子 把脚变走 从此 小媚珠对大吴母女俩恨得咬牙切齿 整日在家中诅咒谩骂 老主人陈永金在这个大家庭中最喜欢三个人 一是长子美玉 可惜他英年早逝 二是阿猫 他那天真 泼辣 娇腻的性格 让他感到一种无可比拟的天伦之乐 第三个就是小媚珠 以他的为人本应看不惯二儿媳妇的作风 可事情偏偏相反 陈永金年龄越长 越觉得在小媚珠身上有一种自己先前没有体验过的气息 其实 陈永金的这种心理并不难理解 自从夫人去世后 他一心扑在生意上 再不去向儿女之情 进入花甲之年后 他便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和寂寞之情 小媚珠平日里既会撒娇作称 又既会看人眉眼 正好填补了老爷子精神上的空虚 在陈府中 陈永金是绝对权威 他绝不允许自己的权威形象受到任何挑战 小媚珠抓住了这一点 使出浑身解数 投其所好 把老爷子伺候得心满意足 再说那次过季风波后 小媚珠对大伯哥的那份家产并没有死心 他决定寻个适当的机会 让老爷子亲自出马 8月初八 是陈永金的65岁生日 晚上 陈府张灯结彩 全家人围在一起 给老爷子拜授 看到阿猫领着弟妹们上堂磕头 陈永金借机向大吴说 阿猫这丫头一晃成了大姑娘 俗话说女大不中流 我看你还是趁阿猫出嫁前把美丝的二小子过计过来吧 大吴一听 知道是小媚珠把公爹搬出来了 盲解释道 爹 我还年轻 再等几年吧 再说二弟常年不在家 他二婶身边人手少了也不行 陈永金明白大儿媳是在敷衍自己 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小媚珠在一旁忍不住了 大声说 我的儿子我自会调教 用不着大嫂操心 他将来出息不出息 全凭他的运气 要不然即使挣了大钱 也是白搭 弄不好 还得让媳妇守寡 小媚珠的话 阿猫在后边听得清清楚楚 便高声回道 我看二婶娘是吃着自家的饭 还盯着别家的锅 三番五次劝说不成 还把我爷爷搬出来 也不嫌累着 大吴见阿猫说出这番话来 又惊又怕 上去打了阿猫一个耳光 说 小孩子家 叫你胡说八道 阿猫哇的一声哭了 陈永津一看这情景 把茶槐猛地摔在地上 大声叫道 反了 反了 这家我当不了了 大家不欢而散 不久 陈永津的妹夫夜书生 因无力偿还赌债 到大吴屋里借钱 被阿猫冷嘲热讽了一顿 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就跑到小妹猪屋里消气 她对小妹猪说 过季的事怕是泡汤了 上次我去 你猜他鸟俩说什么 竟然说你生性淫荡 两个孩子是不是美丝的骨肉 都很难说 绝不能以屡屡部为一银银正 乱了陈家的血脉 尤其阿猫的那张嘴 嘖嘖 简直能杀人 小妹猪听后 恨不得生出两排牙齿 把大吴和阿猫咬个粉碎 要处置大吴母女 没有老爷子的支持是不行的 可是 大吴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 加之年轻手寡 陈永津对他母女俩 一直是呵护有加 想让老爷子支持他小妹猪 可谓吃人说梦 唯一的办法 就是托老爷子下水 从此 小妹猪借口替丈夫行孝 天天到公爹屋里问寒送暖 用言语试探 用眼神挑逗 百般勾引 一次 陈永津腿疼躺着不能下炕 小妹猪觉得机会到了 晚上 她偷偷地溜进老爷子的卧室 把炕烧得暖暖的 然后轻轻地给她推拿 小妹猪一会儿垂垂捏捏 一会儿又柔弱恰恰 她那肥厚而柔软的手指 移到哪里 陈永津就酥到哪里 本来 陈永津虽然对二媳妇 有非分之想 但那总归是想想 要动真格的 她心里不禁涌出一丝羞耻感 但是 身体本能地渴望如酒汗的枯苗 让她无法拒绝小妹猪的诱惑 于是 陈永津默默地躺着 任凭儿媳妇的手指 游向她的敏感部位 既不拒绝 也不主动 只是细细地享受着 这很久没有尝到的滋味 很快 陈永津喘气急促起来 她的脑海里 幻化出妻子的形象 妻子微笑着向她靠近 她再也忍耐不住了 猛然把小妹猪搂进怀里 母女抱死自从陈永津和二儿媳妇有了那时候 虽然她有时也痛骂自己不是人 但那股静上来如同烟瘾一样 让她不能自拔 她像一个窃贼 唯恐被人去透与小妹猪的关系 只要小妹猪一出现 她就格外严肃三分 小妹猪也心领神会 半座委屈的小媳妇 两人就像在演双簧戏 这样 她们的苟且知识 瞒过了家中所有的人 事实上 自从有了那种关系 小妹猪已经操纵了 这家族中的偶像 这年冬天 大吴患了瘧疾 在炕上一躺就是半年 由阿猫和三婶娘小吴轮流看护 为治好大儿媳妇的病 陈永金寻遍了城乡的名医 用了几十个偏方 也未奏效 第二年春天 陈美思从杭州给大嫂领回一位老中医 此人曾在宫中当过御医 用药很怪 但对有些疑难病症 确实有药道病除的本领 老中医给大吴窃过脉 看了舌苔 开了一个药方递给美思 说 这个药方叫巴喜 照这个药方抓药 吃完八副药就可以满城逛了 陈美思看了药方 就赶紧回杭州抓药 且说大吴吃了老中医开的药 一日好似一日 臣府上下个个面露喜色 唯有小媚珠如坐针毡 寝食难安 尤其是全家人为大吴操劳的景象 更使他度火中烧 他感到有大吴存在 自己就活得索然无味 小媚珠是一个颇有心计的女人 她突然主动地打破了与大娘不相往来的僵局 开始每天两三次地往大吴处跑 连连说自己不好 请大嫂原谅 有时还带些人身鹿绒之类的补品 使大吴感动万分 只有阿猫在背后骂二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一连吃了七副药 大吴的脸色变得好看起来 照老中医的说法 再吃一副药就可起床了 阿猫心情也好了 整天哼着小曲 吃最后一副药的时候 小媚珠要亲自下厨 喂大嫂煎药 让阿猫当下手 她把草药小心倒入瓷罐内 天上一瓢水 就腰和阿猫出去取柴火 阿猫取来柴火 见小媚珠正在绝办汤药 就挖苦说 不敢劳驾二婶娘 要是累坏了身子 俺可担待不起 小媚珠也不生气 只是主妇侄女 这是最后一副药了 你可要亲自把药 给你娘吃下去啊 说完 就一扭一摆地走了 阿猫煎好了药 亲自端到母亲面前 劝母亲趁热喝下 大吴端着药碗 闻到一股怪怪的香气 就迟疑地问 今天的药是不是药方改了 阿猫说 我仔细看了 还是原先的那包 没起风的药 大吴听了 也不再怀疑 端起碗一饮而今晚饭后 大吴感到困乏 就招呼阿猫回房 他要睡觉了 看到母亲睡得很甜 阿猫这才放心地离开 第二天一早 阿猫来到母亲房间 见母亲仍然一动不动地酣睡着 就又退了出去 心里想 娘很久没睡这么个安稳觉了 不一会儿 小妹猪来了 阿猫领着二婶娘捏手捏脚地走进房间 推了推母亲 说 娘 二婶娘来看你了 大吴毫不理睬 阿猫感到有些异样 用手摸摸母亲的鼻子 早已没有了气息 阿猫和小妹猪惊呼 快来人呐 不好了 陈府上下闻息 蜂拥而入 陈永津精通一礼 他搭了搭大吴的脉搏 长叹一声 人 不行了 大家一时呆若目击 突然 阿猫的哭声像个炸雷似的响起来 娘啊 你是怎么了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便丢下女儿去了 小妹猪也拍打着手捐 哭道 我的好嫂子 昨天还说等病好了和妹妹一起逛街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看到两人哭得死去活来 陈永津就吩咐家人 把他们扶回各自的屋里 不一会儿 阿猫又跑过来扑在母亲的身上 哭道 娘啊 你死得不明不白 是谁给你下的毒 陈永津历声道 休要胡说 咱老陈家没有那好人 你娘生前人缘好 也不会有人加害于她 阿猫甩开扶她的人 高声道 就是有人害了我娘 当面说好话 背后下毒手 害我娘的人不得好死 陈永津大怒 吼道 还不住口 阿猫非但没有被镇住 反而跳起来 我偏要说 你不要偏袒她 是她给我娘缴的药 你把她叫来 看她敢不敢承认 早有好事者 把阿猫的话传过去了 小妹猪听了 呼天枪地 跑到老爷子面前耍起来来 陈永津虽觉阿猫过分了些 但见大吴尸骨未寒 不便太过训斥 就百般安慰小妹猪 让她不要与孩子一般见识 三天后 死者入土为安 臣府才算平静下来 一天 小妹猪到后花园赏花 老远望见阿猫和长公高红通 在园内浇水 她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自言自语道 小妖精 看老娘怎么收拾你 晚上 小妹猪偷偷地到老爷子屋内求欢 小妹猪紧紧地搂着老爷子 眼泪哗哗地躺出来 陈永津急忙问她这是怎么了 小妹猪悲伤地说 爹爹 我们之间这是最后一次了 为什么 陈永津经问 因为阿猫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她说的话 做的是 你连想也想不到 有些话我若说出来 你准能气死 陈永津急切地问道 什么话 快说 我不敢说 怕有损你的名声 小妹猪故意卖关子 我闯荡江湖几十年 什么事没有经历过 你尽管说 还是不说了吧 实在难以开口 小妹猪仍在吊老爷子的胃口 快讲 陈永津生气了 小妹猪见火候到了 吞吞吐吐地说 阿猫说你 说你爬灰 陈永津愣了愣神 一把推开小妹猪 说 我不相信阿猫能说出这等混账话来 今天你一定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讲不清楚 我定不饶你 小妹猪暗喜 装作害羞的样子 说 前几天 我到后花园赏花 见阿猫正与高红通在一起玩耍 两人又亲又抱 真是不堪入目 听高红通说 别让人看见 晚上再说 阿猫道 我娘死了 没有人管得了我 高红通说 若被你爷爷发现那还了得 阿猫说 你别看老爷子道貌黯然的 其实也是爬灰的能手 没见他和我二婶娘 此话当真 陈永津听罢大怒 小妹猪说 这样的事我敢说谎 再说这事把我也扯进去了 难道我自己往自己的脸上磨屎 我不多说了 你若不信 明天叫来阿猫 亲自问问好了 小妹猪说完 爬起来走了 尽管陈永津对小妹猪的话将信将疑 但他恐怕阿猫真的窥破了自己的隐私 把脸面和尊严看得重于一切的他 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了 陈永津派仆人把阿猫换来 陈家的佣人大都对小妹猪没有好印象 路上仆人就添油加醋地把小妹猪的话告诉了阿猫 阿猫一听怒气冲天 一头闯进爷爷的屋子 连声发问 找我干什么 那个烂蛇根的骚货又告了什么状 爷爷 你信他还是信我 如果是在平时 阿猫这种率真的举动 陈永津会当成一乐 可今天他突然觉得这个丫头太蛮横无礼 陈永津猛一拍八仙桌 贺道 住口 我问你 你与高红通小子在后花园说过什么 从时讲来 阿猫从来没见过爷爷如此对待自己 他平时受娇宠惯了 顿时涌上一股反抗心理 故意气爷爷 我说这个骚货勾引爷爷 爷爷扒了他的灰 阿猫没有想到这恶作剧般的玩笑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陈永津听了阿猫的话 犹如疯了似的 抄起主板没头没脑地朝阿猫打去 阿猫哪受过这种委屈 疼得大呼小叫 却还要降嘴 爬灰 爬灰 就是爬灰 陈永津气得越发狠近地打起来 直到阿猫满脸是血倒在地上 才在家人的劝说下霸了手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阿猫抬回屋子 请了大夫敷了药 阿猫渐渐地醒过来了 大家看阿猫已没有危险了 让他喝了点汤睡下了 众人陆续离开 只留下三婶娘小吴守在一边 再说小妹猪见众人都散了 便偷偷钻进老爷子房里 见陈永津怒气未消 便轻轻地上前捶着背 小生说 可别因为这个小娘气坏了身子 见老爷子不说话 小妹猪接着说 这小东西说话不知深浅 爹爹一事清白鸣声 恐怕要坏在她的手上 不如趁早灭口 陈永津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还是没有滋生 五更天后 夜深人静 正在打盹的小吴突然想到 该给孩子喂奶了 她望了望熟睡的阿猫 就轻轻地带上门走了 喂完了奶 小吴正哄着孩子入睡 忽然听到阿猫大喊了一声 那声音很凄惨 令人毛骨悚然 小吴扔下孩子 急忙跑到阿猫的卧室 点上蜡烛一看 只见阿猫双眼怒睁 身形扭曲 已经弃绝身亡 惊得小吴好一阵子才喊 快来人啊 阿猫不行了 第二天清早 阿猫被爷爷打死了的消息 传遍了臣府和街坊邻居 接到阿猫的死讯 最吃惊的还是陈永金 他没有想到自己一时的气恼 会导致这种结局 尤其当他看到孙女临死前那惨状 忍不住流出了两行灼类 但很快 陈永金便镇静下来 他历声吩咐臣府上下不得随便乱讲 同时 命人买官入殓 准备发丧 然后 他钻进房内巴搭巴搭抽起水烟来 不知什么时候 小妹猪走了进来 紧挨着陈永金坐下 说 爹爹不必犯难 这小妮子虽说是给打死了 可是出有因 有什么因 陈永金不耐烦地问 老爷子 你怎么就忘记了呢 不是因为这小妮子和高红通奸情泄露 你一气之下打了他 才 小妹猪的话提醒了陈永金 他一把抓住小妹猪 问道 阿猫与高红通究竟有没有那事 小妹猎不慌不忙地回答 俗话说 抓贼抓赃 捉奸捉霜 我也是听到 没有亲自抓到 如果高红通不承认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这可如何是好 陈永金急得在屋内来回踱步 忽然 陈永金对小妹猪说 快 快 叫你姑父速来一时 小妹猪答应了一声 急急忙忙地走了 陈永金的妹夫叶书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靠给人家写状纸婚书之类的东西口 叶书生平生两大嗜好 一是喝酒 二是赌博 有时手头连喝酒的钱都没有了 就到陈府界 陈永金总是扔给他一些钱物 所以叶书生对陈永金很是感激 不到一个时辰 叶书生便一溜烟跑进了陈府 听了陈永金的难处 叶书生摇晃着脑袋 半赏才说 老兄不必犯愁 按大清律规定 长辈杀死有罪的晚辈官府是不会追究的 咱们可将计就计 让高鸿通承认奸情 多给他些银子打罚他回老家 只要是因奸物伤致死 便无大碍了 陈永金说 只是那高鸿通 岸书生说 这事就交给小弟办吧 叶书生走进长宫高鸿通住处 贺道 你小子好艳福啊 竟敢奸淫你主子的孙女 真是狗胆包天 高鸿通满脸通红 结结巴巴地争辩道 你 胡说 我 我没有 叶书生冷笑道 阿猫死前已经承认 并且有人看见 不怕你不承认 哼 如果告关 一顿棍棒劈下来 你即使死不了 也得落个终身残废 这高鸿通 虽然有一身牛力气 却是个胆小如鼠的人 他听了叶书生的话 心里着实害怕了 便哭丧着脸说 我确实没有做什么啊 这如何是好 大叔 求求你给我指一条生路吧 叶书生看火候已到 就开门见山地说 我也是为了你好 不如承认下来 我再向老爷子求求情 让他多给你些银两 你远走高飞 起步两全其美 事已至此 高鸿通不承认也不行了 只好到陈永津跟前含泪认错 被老主人当众抽打了四十匹鞭 携三百两银子回到自己的住处 大哭了一场一切安排妥当后 陈永津这才和李正一起 到慈禧县衙门自首 慈禧之县黄兆云听说 是县城大名鼎鼎的陈永津家 出了人命案子 不敢怠慢 立即带着三班牙医直奔陈府而来 黄之县坐在陈府大客厅正中的太师椅上 鹤令武座先去检验阿猫尸体 又逐个询问家人 然后审问高鸿通 高鸿通对通奸仪式供认不讳 于是黄之县断定陈永津系阿猫 与高鸿通奸情败露 则打孙女重伤致死 死者实为就由自取 但陈永津作为一家之主 也负有重大责任 念其历来规矩守法 在本县商界颇有声望 决定罚银一千两 则令其乱棒轰走高鸿通 这样 一场令陈永津和小妹猪胆战心惊的风波 算是平息了 然而 陈府大儿媳和孙女接连神秘死去 县城的大街小巷对此议论纷纷 搞得满城风雨 阿猫的未婚夫阿贵愤儿 向宁波府衙门提出控告 宁波府之府姚秋平接了壮旨 派人到慈禧县勘察 黄之县得到消息 以丰盛的酒宴相待 委派之人就已原判公正无误回报之府 无奈 阿贵只好哭诉于浙江巡抚衙门 浙江巡抚羊麦公接了壮旨 怀疑暗中另有隐情 于是委任后补之县许仲远诉赴宁波 暗中查访阿猫母女的死因 且说许仲远从省城杭州来到宁波 既住在知府衙门内 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后 许仲远心中有了底 这天晚上 他吩咐仆人吴祥收拾好东西 准备第二天启程赴杭州查访案情 第二天一早 许仲远扮成商人模样 领着仆人吴祥 一路往杭州赶来 许大人省城之行 是为了拜访陈永金的二子陈美思 陈美思在杭州开设的药店叫健谷堂 在省城很有名气 许仲远来到健谷堂 唐一急忙起身招呼 客观 看病还是抓药 许仲远拱手道 在下是专程为佳琪问病的 唐一道 你还是先说一说他的症状吧 听了许仲远的描述 唐一惊奇地说 客观所言即向我家掌柜大嫂的病症 不妨向陈掌柜咨询一番 许仲远按喜道 多谢先生指教 许仲远在唐一引导下 见到了健谷堂掌柜陈美思 陈代人和气 就把老中医开的八喜药方 抄给了许仲远 许仲远道谢后 突然问 我听说令嫂吃过药后并未痊愈 究竟是此方不妥 还是另有缘故 陈美思面露蕴色 反问道客观是何人 为何提起我的家事 许仲远见陈美思为人忠厚 就干脆讲明了自己的身份 陈美思大惊道 草民有眼无珠 还请大人原谅 许仲远扶起陈掌柜 说不必多礼 见陈美思神色稍安 接着问道 依陈掌柜所见 这八喜药方有无危及生命的药物 陈美思回答 草民精通医理 事后又请教过一些名医 药方虽用药叫猛 但绝不至于危及生命 许仲远紧接着问 那令嫂为何吃药后病故呢 草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陈美思叹了一口气说 外面传闻尊夫人与令嫂有戏 怀疑死因与她有关 不知陈掌柜对此事如何看 许仲远试探道 陈美思听出弦外之音 盲说 草民常年住在外地 懒于过问家政 他们是否有戏 实在不知内情 只是去年有一次 草民妻子因大嫂不过记我儿子的事 曾流露出怨恨之情 别的事一无所知 请大任明察 许仲远观察陈美思 诚惶惶惶惶的样子 不像是在说谎话 见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 就起身告辞 杭州离慈溪 一百五十余里 许仲远雇了辆马车 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慈溪县城 找到客栈住下后 许仲远对吴祥说 据了解 这次臣府的案子 是一个叫叶书生的人帮跑的衙门 此人一事酒二事赌 你速去城内酒店和赌场 给我打听出叶书生的行踪 日落西山时分 吴祥风尘仆仆仆地回到客栈 向老爷禀告道 这叶书生最近突然阔起来了 几乎每晚都到城内最有名的酒店 三圣楼喝酒 许仲远满意地说 走 咱也到三圣楼喝一顿 三圣楼位于慈溪县城 最繁华的麒麟街 是城内有名的老字号 却说许仲远走进店内 见几个市井之徒正在划拳 便在一侧靠墙角的方桌前坐定 让吴祥要了几个风味小菜 一壶老酒 两人慢慢地对应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矮胖的中年人摇摇晃晃地走来 那几个市井之徒刷得站起来 喊道叶先生来了 这边坐 说着 一个酒徒自动腾出主座 信叶的也不推辞 一定坐下 便嚷道 小二 今天还是我二爷请客 有好酒好菜尽管上来 酒徒们一阵欢呼 其中一位奸下巴说 叶先生 莫非你大舅子又赏了不少钱 信叶的从怀里掏出一顶白银 网桌上一拍 说 我叶书生上通天文 下之地理 一个点子就够享受一阵子了 就说这一次吧 若不是我略现小计 那陈永金不蹲大狱才怪力 又一酒徒问 那阿猫与高鸿通真的有奸情吗 嘿嘿 假作真是真一假 叶书生一气灌下一杯酒 打着酒阁说 假的 那高鸿通能认吗 给钱谁不认 此时 叶书生已有七八分醉意了 一旁的许仲元听了 欣喜万分 再也无心喝酒 换来小二结了账 回到了客栈 第二天清晨 许仲元穿着官服走进慈禧县衙门 无祥地上文书 知县黄兆云知道是新上任的许大人来了 急忙出来迎接许仲元开门见山地说 本官奉巡抚大人之命 前来贵县副审阿猫一案 还望黄大人大力相助 黄之县心中虽然不快 却也不敢怠慢 只好说一切听大人吩咐 于是 许仲元贺令衙役速将回乡的高鸿通传来 傍晚时分 高鸿通被传到衙门 他知道事发 当堂把陈永金赏的三百两银子交了出来 还将叶书生如何威胁利诱 自己如何违心承担罪名的经过一字不漏地讲了出来 此后几天的私访和过堂 许仲元越发觉得阿猫母女报死颇有一点 且都与越是有关 但证据不足 难以服人 于是他想到了开关验尸 阿猫的坟在县城东郊 与其母无事相邻 武座们一阵忙碌两口尚显新鲜的棺木露了出来 外伤验完 无致命处 许大人命仔细检验内伤 武座用两根木棒撬开阿猫的嘴 大声喝报道死者上厄内有一根铁钉 那铁钉拔出后 足有三寸长 在场的人无不惊讶 在焉无事失身 只见其面色灰黑 抖开腹枪 五脏巨黑又剖开胃脏 里边还有未消化完的大烟膏和木鱼子残渣 于是武座禀报 死者是使用大烟膏和木鱼子中毒致死 第二天上午 许仲元升堂 命带上越是 越是被两个牙医压上大堂 许大人一拍金堂木 怒喝厄付乐事 昨日验尸 阿猫戏铁钉穿脑而死 你还有何话说 小妹猪仍装作无辜状 说民女自公爹拷打阿猫后 与阿猫再无往来 是谁下的毒手 民女尾时不知 船车夫刘震堂 许仲元贺道 刘震堂在堂上说 那天夜里小人闹肚子 起来上茅策 刚蹲下 呼听阿猫一声惨叫 小人提起裤子一看 见乐事从阿猫屋里溜出来 许大人贺问 恶父 还有话说吗 越是仍狡辩 民女绝无此事 刘震堂诬陷民女 请大人做主啊 许仲元并不理会他 而是问到恶父 无事是大烟高家 木鳖子中毒而死 你如何下毒的 快快从十招来 民女不识大烟 何来烟土 更不知木鳖子是何物 实在是冤枉啊 还敢狡辩 传吴翔上堂 吴翔上堂说 小人走遍了县城药铺 在一家叫医生堂的药店里 找到一份流水账 上面写着 某年某月某日 陈府乐事够大烟土三浅 木鳖子一浅 时间正好在无事死亡之前 此时 小妹猪在人证物证面前 竟撒起泼来 许仲元大怒 命上大行 几个牙役如狼似虎般地围上来 小妹猪傻了眼 有气无力地连呼 我招 我全招 这样 一场因家族内乱引起的一案 终于真相大白了 乐事和陈永金等一般恶人 落得了最有应得的下长一时间 慈禧街头巷尾无不议论纷纷 人们对小妹猪这个恶毒的女人恨之入骨 都说 本来好端端的一个人家 皆因这个贪得无厌的女人 弄得家破人亡 贪欲吃人 世人真应引以为戒啊 感谢对白师的一切 养 giants 会员